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一些比較少見的股票和債券市場的現象 那個就叫做股債雙殺 就是說在那個季度裡面 股票市場也是下跌的 債券市場也是下跌 其實在過去幾十年就出現過幾次 一次就是80年頭 有一次就是85年 接著最近期就是09年 以及今年的2022年的第二季度 都是試過股債雙殺 很少可因為 通常股票賺不到錢 通常那些錢就流走了去債券 如果債券跌的時候很大機會 因為利息低了 那些錢就走了去股票那裏 很少股票和債券都會下跌 所以我是 為什麼你會看到我是這麼擔心 那個市場不是這麼簡單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紀人憂天那樣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我們沒見過的 尤其是現在在烏克蘭打的仗 其實是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 雙方東西方陣營是找一個地方打一個代理人戰爭 每一天就在燒錢 那個通貨膨脹的速度是比別人估計得高很多 那麼在新方的傳媒裡面呢 就當然是說說烏克蘭打得很好啊 俄羅斯啊 不斷給他拖拖拖就會死 那反過來是不是呢 你會看到俄羅斯的勞報呢 那個強勢呢 比打仗之前還要高 即是一打仗的時候 是跌了一點點之後呢 之後就彈上來 其實貨幣呢就反映那個戰士呢 究竟是處於優勢呢 還是下方 那看那個勞報的價格呢 就證明它在上面 因為如果是打敗仗的時候呢 通常那些錢就會被人扔掉 那麼你看到 現在歐羅 日本紙呢 其實很多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呢 是向下沉底 因為為什麼呢 大家都不知道怎樣去 算這條打仗的數目 那所以呢 就出現了股債雙殺 美國以前一國獨大 就可以怎樣印銀子都可以 但是今時今日 因為有俄羅斯的戰爭 和烏克蘭的戰爭 令到它不可以事意去 減息啊 維持低利率啊 因為通貨膨脹是非常之高 以前美國是可以事意去印銀子啊 去支撐經濟 但是今時今日有 俄羅斯烏克蘭的戰爭呢 令到呢 它沒有可能呢 是事意去印銀子啊 減息啊 因為通脹呢 推到那麼高的時候呢 令到美國都束手無策 那麼啊 通常我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如果這個國家有很多人因為通脹 而對政府的不滿 最容易的轉移視線呢 就是挑起一些新的戰爭 找一些代罪羔羊 說它是惡魔國家啊 接著呢 將仇恨轉移了的時候呢 就會是 減輕它下台的機會 那麼 我看很大機會呢 亦都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所以為什麼美國三番四次要去 打台灣牌 挑釁中國 就是這個其中之一個原因 今天想說的 《股債雙殺》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 拜拜